馒头是许多人会选择当做早餐的食物 但是今天要跟大家推荐的这间店 制作出来的馒头可是跟外面常见的不一样哦 店家使用的蒸香与一般传统的不同 压力蒸香制作出来的馒头吃起来非常Q弹 口感也更加扎实 基本上外面的它都会比较软 里面有的过多的小气孔在 那就是活性很强的商业所谓的商业项目 就是干燥项目跟新鲜项目 那活性很强 然后我们的基本上里面都不大有气孔在 我们的活力并不是那么弱 我们是靠着一定的温度来让它发酵 所以说口感上它会比较扎实 比较Q弹 然后对人的健康会比较好 而外面的基本上都有加 而外面宣传的老面馒头 它们是加了所谓的干燥项目 新鲜项目下去做的 所以说它们的速度成品都会很快 我们的必须要一直的培养它们 一直喂它们才有办法来使用这团所谓的老面 它会在它会缩短你蒸的时间 然后让你的成品比较那个质体比较均匀一点 然后如果说我们我们这种馒头用一般的蒸的话 我们主要掌控它的发酵程度要非常的那个很精准 但是每一种馒头它发酵的时间都不一样 对所以我们会使用这个压力成效 这里的馒头种类非常的多元 每一种都有自己的特色 共同的地方就是少糖 并且使用天然的原料 不仅可以吃到食材的原味又很健康哦 下面就让老板来为我们介绍吧 这个是巧克力馒头 制作的方法一样就是 我们其实基本上大同小异 只是所有的过程中只是加了进口的巧克力粉 这一款馒头它的特色是在于我们的巧克力粉 非常非常的纯以外 接下来呢就是它烘烤的程度 它并没有说让它烘烤的很过头 所以说它带点果实香气 接下来因为我们是比较追求健康的馒头 所以说我们的糖分用的算是比较偏低一点的 整口都吃得到巧克力的香气 而不会让你觉得很甜腻这样子 这个是芝麻馒头 芝麻包 对 然后大家会觉得可能芝麻包是很平常的一个东西 可是 第一个我们光是我们的材料来源 我们就是使用北港的 衣裳优航的一个算是比较知名店家的一个芝麻粉 接下来再用法国的发酵奶油 再用那个新竹宝山的黑糖 这三种材料下去组合而已 所以说我们在减油减汤的那个过程中 让它吃的不会觉得很过于的甜腻 但是不会有流沙的感觉 算是很扎实 然后芝麻它相对性的会带一点点的苦味 所以说蒸热吃的时候它的香气会非常的足够 接下来呢这个是我们的植米地瓜 那为什么推荐这一款是因为 它是植米就是我们的黑糯米 我们去找厂商把它打成份之后呢 加到我们的馒头里面 所以说我们的馒头体算是有植米的香气 这之外呢我们还用那个瓜瓜园的冰心地瓜 对下去作为内馅 再除此之外 再用那个美国进口的核桃 然后我们再把它烤过加进去 所以说除了米的香气以外 还有地瓜的甜 还有就是核桃的那个坚果的那个口感跟香气 天然又健康的馒头打出好口碑 掳获顾客的心 当老板的馒头受到质疑时 其他顾客可是会跳出来帮老板平反的哦 比方说我们有新的口味出来的时候 对然后有一些不太了解我们店 在做什么的新的客人 让他进来 然后他会对我们的东西优所质疑 比方说那个南瓜馒头 他就说这是不是加了黄色4号 然后另外一个说比方说 那个藜麦馒头 这里面东西的那个成分到底是安全不安全的 然后旁边的顾客就对他说 你放心他们家我们从他们开始做到现在吃到现在 他们的东西很健康 觉得辛苦的一切都值得了 对就会让 其实这些东西也是我们家人平常每天 应该算是每天在吃的东西 对既然要做给自己家人吃的话 更要注重安全 我是觉得这一块我很重视 想当初生意失败 听从父亲的话改完馒头 想不到竟然做出了兴趣 不怕失败勇于尝试的老板 终于靠着馒头闯出自己的一片天 就当初生意失败 然后爸爸是建议我做馒头 因为我爸说市场大约有五六家的馒头店 为什么你不去做馒头 是越做越有兴趣 口味就越做越多 做到自己忙不过来的位置 不要怕失败 不要怕失败 因为不只失败这一次 不只失败上一次或是上上一次 我一生很像失败了蛮多次 直到好像无路可走的时候 就有一盏明灯投射过来 好吧就放手一搏去做 我是觉得坐下去才会知道 想吃到Q潭有劲的馒头 快来芦州区中校路上吧 偷偷告诉你 这里的馒头很快就会被一扫而空 卖完可就没有了 所以想吃的朋友可要好好把握时间咯 每天一大早 大家总是需要体力来迎接挑战 今天我们就来到 新北市三重区的这一家特色早餐店 店里面除了有精美的装潢水 从亲子的早午套餐 以及各式的吐司三明治 再到年轻人喜爱的美式汉堡 统统都可以吃得到 哈囉 我帮各位介绍的第一款 是这个飞碟堡的部分 那飞碟堡最主要它的表皮的部分 是用美式的汉堡下去制作的 那我们的牛肉最主要选自于 就是澳洲的牛肉 那它的重量大概是5盎司左右 最大的特色就是说 除了说有它的原本的牛肉之外呢 我们另外有自己在炒了一个牛的绞肉 再淋上起司酱下去 增加这个饱的一个饱足感 所以让每个客人来吃到这个饱的时候 其实就是早上就可以吃得很饱 大概都可以撑到中午左右 而且料理还可以选择自己所喜爱的 再搭配一杯清爽的果汁 以及鲜奶特挑 重点是老板非常的为客人着想哦 在使用的食材方面毫不手软 就是希望客人能够拥有满满的精神 现在就来看看老板最推荐的餐点吧 那第二道的话这道是鸭肉的 这是里面包的话是那个鸭胸肉 鸭胸肉切片 那它表皮的吐司内馅里面 它最主要是有淋上那个 有抹上青葱酱 宜然的青葱酱 来提升那个鸭胸的口感 那另外再切那个葱段 下去配合的鸭胸下去做使用 所以让我们一口牙下去的时候 有非常浓郁的一个 青葱搭配鸭胸的一个味道 亲切的店员再加上文心的空间 吸引不少爸爸妈妈带着小朋友 一起来享受美好的早餐时光 那第三道的话是鸡腿的部分 那我们鸡腿的话是选自于 大概是整块的去骨鸡腿排 大概有七两种 那我们早上货车来的时候 我们会先进行就是清理 清理部分然后会先去皮 因为皮的部分的话会主要让 煎完之后会让客人觉得 比较油腻的感觉 所以我们最主要的话 这个去骨鸡腿的话会先去皮 那我们会先断筋 让客人在吃起来的时候 因为它肉比较大块 所以有时候吃起来会比较难 所以我们会先断筋 让客人吃起来的话 比较入口一点 那它里面最主要还是搭配了泡菜 泡菜下去做配合 因为我们每一道的吐司 不像一般早餐店 都有一些生菜啊洋葱或是番茄 我们是每一道吐司 都有自己的主要的配菜 来提升它的每一个 里面的一个主角的一个口感 追求高CP值的老板 特别把每道料理都增量增值 食材更是原产地直送 每一口都是新鲜美味 胃口特大的朋友也不用担心 老板有提供贴心的 饱到头顶套餐系列 保证物超所值的啦 我之前是在烧肉店上班 那因为长期接触这样的行业 所以当然一定会有自己想要开店的一个梦想在 那我会希望说能够让每一个人上班的人 能够非常有饱足感 所以说我当初离开了原本的工作 想说第一个想做就是想要先从早餐店开始 大家从这里出去就像一个 这里就像一个家一样 像一个蜜蜂的蜂巢一样 大家出去上班 像小蜜蜂出去一样上班 那回来的部分的话也可以来我这边吃吃饭 然后再回到家里面去休息 记得下次有机会不妨来试试老板用心的料理 因为我们吃下去的不只是食物 里面还有老板对梦想的期待呢 热闹的市场旁最近有一间新开不久的日式料理店 不仅价格清明用料以及制作老板也是亲力亲为的哦 其实我就是从小都不爱读书 所以我就读了七年的餐饮科 然后毕业业之后我就去了澳洲跟纽西兰 就是我们俗称的walking holiday 然后去了那边三年 然后待了两间日式料理店 然后在那边也就是跟日本师傅学习到蛮多东西的 然后我之所以为什么会想要开店 就是其实就是这是我的专场 因为在国外老师就是说就是有一季之餐 就不怕饿死 就是我到哪边就有餐厅我就有 就是比较好找工作 然后我之所以会就是想要在台湾开店 就是就是其实我看到假如看到客人 就喜欢我吃我的东西 比如说把我的东西都吃完 然后给予我肯定的话我就会非常有持久感 所以就是我开店的出走 其实就是你每天都要一直备料 然后真的是从早做到晚 比如说我礼拜一公休 如果礼拜一要来这边 然后我们要常常煮叉烧 对 然后像我们熬高汤 跟叉烧的手续真的是很麻烦 然后像我们叉烧 比如说我们一片叉烧来 我们要先去皮 然后再把它布叠刀 然后再把它卷起来再绑 绑完之后再煎 煎完之后再乳 乳完之后要把它泡到酱子里面 冰淇淋才能切 才能开始买 对 所以就是程序都是非常费工的 可是我相信客人就迟早就给 给予我们很多肯定的 所以就是 就是还蛮有成就感的 对 从小不爱念书的老板 很早就下定决心想要开一间店 但是他不想要一毕业就被工作绑死 于是呢 他就先去国外闯一闯 我练一下自己 像我大学一毕业 我就原本就想说要开店了 然后就想说 诶我才22岁 我这样开店 我就是时间都耗在这边 可是我还没有去那么多地方玩 所以我就想说 我就先出国试试开 我在国外其实算是有三年多了 我还去了Berryving 然后很多妻子 家家也许啊 有十处的国家 然后就是在国外 就要学会自己 第一个语言 你要想办法跟别人共同 然后再来就是 十一住行 全部都要靠自己 对 然后就是在 就学会独立了 所以这家店就是 嗯 就是像什么 装潢水垫 什么瓦斯器具 什么的 也都是我是从不懂 然后慢慢去问 然后问到 就是现在有 有一点点的样子 虽然开店没有很久 但是凭借着便宜的价格 以及特别的餐点 让走过路过的人啊 都会忍不住上门尝鲜 当然也有像小编这样 一吃成主顾的 我今天是吃那个 照烧鸡肉肉面 我是觉得 因为我来吃过蛮多次 我是觉得它的汤头 就是蛮清甜 对啊就是 我一直觉得很腻 就是会让人想要一直来吃 就是这样子 对然后而且 我是 因为我个人是比较 就是比较喜欢吃 清淡一点 对啊 但是它 它是很刚好的 就是你吃的时候 也不会觉得 口渴 就是它可能就是 制作方式就是蛮天然 应该也不是说 就是很 就是它做得很好 我是觉得这个 炸寿司是 还蛮好吃的 因为我其实从来没有吃过这个东西 我算是蛮喜欢吃日本料理的 但是 我是没有看过炸寿司这一块 而且它 它是把 它外面 皮就是很脆 让我觉得 觉得很清爽 也不会觉得很油腻 然后觉得很好吃 价格也合理的 这家店我们 开幕以后常常来光顾啦 真的好吃 还有我最喜欢那个拉麵 它很Q 而且那种汤头很容易 不会太油腻 有的太油腻了 真的它 什么都好吃 尤其那个小菜 都是老板精心制作的 你们 常常来吃的 都 感觉很好啦 就有的人吃 它的 汤比较 咸 比较油一点 它的 我的口感 我是觉得 刚刚好 以往的印象当中呢 日式的拉面 就是非常的鲜 而特爱台湾味的老板 就将拉面的味道 改良纯符合台湾人爱的口感 像是汤头呢 就变得清甜爽口 吃起来不会有太大的负担 而在这边 也特别给你们推荐这一道 炸寿司 口感嘛 想知道 那就来吃吃看吧 好 接下来就是来介绍 我们 我们店里面的一些招牌小吃 像这个 我有提到 我在国外三年 然后他们学习到的那个炸寿司 然后就连日本客人来我店里 我询问他们说 欸你有没有吃过炸寿司 然后他们都说他们没有吃过 嗯 然后其实就 我是沾天婦罗糊 然后再 沾面包粉 所以它的外表是脆脆的 然后里面的饭 就是QQ的 我是用厨饭 里面是包围 然后上面塞一些就是 脂味的姜料啊 鲜鱼片海苔丝啊 虫瓜 吃起来是一点都不脱 而且还蛮 我觉得蛮特别的 而且我在台湾也是没有看过 所以 欢迎大家可以在这边吃吃看 然后接下来就我们的 就是醋溜木耳 还有羊拌 羊拌 黄豆芽 其实都是这些蛮开胃的前餐 对 然后像我说 外面的拉面都会加猪皮下去下去熬 一般人的认知 就觉得日本 对我来说 可能觉得日本拉面 可能就是很鲜很油 然后吃起来是让人家有负担的 对 可是就是像说我把它改良成台湾人很好 然后就是少油少盐 然后是整碗汤是可以喝完的 然后脸是可以很难的 然后像可能我外面的拉面都会加猪皮下去熬 所以它上面都会浮一层油 所以它会特别的浓化 然后上面是用那个黑芝麻蒜油 再改善那个问题 就是有芝麻蒜油的香味 就是有脂肪还有麻油加一些辣酱 对 听完老板的介绍 是不是很想要立刻冲过去品尝这些料理呢 这家店就位在三重区的永安北路二段上 喜欢日式料理的朋友 不妨来到这里 品尝看看这些美味的餐点 想吃到好吃的牛肉火锅 不必特地跑到台南去 在这里就可以让你吃到 最道地的台南温体牛肉火锅 可别以为这里只有牛肉好吃 连火锅的汤头 都是用牛大骨搭配其他蔬菜 隐形熬煮出来的 就主要是我们最招牌就是火锅这样 然后像目前 现在做上这一锅是牛腩锅这样 然后我们里面就是会 基本上会有一些高丽菜啊 然后一些番茄青菜 就主要一个锅底啦 然后可以另外一点 这个蒜牛肉来蒜这样 然后主要是我们的汤头 完全都是用牛大骨 然后蔬菜水果 然后还有一些中药材 然后去熬每天熬十几个钟头 所以我们汤都是有馅的这样 因为我们完全不用大骨粉 所以就是大家可以越吃越 吃得到那个汤的甜味这样 还有那个蔬果味 为了让客人可以吃到最新鲜的牛肉 店家每天啊都特地从台南运送上来 再来就是主要我们的牛肉 都是每天从台南当天献宅 然后送上来的 我们就是会有专车这样运送 台湾牛肉啊就是都是台南上话那边 的屠宰场会比较多这样 然后那边的牛肉它的肉质会比较好 相对于北部这样 它们就屠宰场或它们那个肉伤啊 处理肉的方法不太一样 然后所以因为现在你看到 听到很多人喜欢吃牛肉 会去台南吃这样 然后就是因为他们牛肉肉质 会比较好这样 就是花比较多的成本在这个部分 然后所以才会坚持就是每天都 当天运送这样 因为南北的口味不同 店家也有特别调制不一样的酱料 让客人啊可以自由搭配 不管你是北部人还是南部人 都可以吃到最熟悉的味道 我们有特制的和风酱 和风酱它是咸中带甜嘛 然后这比较符合北部人口味 因为像南部人就会吃像这边有一碗 它是那个酱油糕 它比较甜 比较偏南部口味 所以如果有些南部上来的学生啊 或者是来工作的人 他可能就习惯用这个酱油糕 可是像北部人他想要咸一点的 我们就会建议这个和风酱 然后它搭配肉质 因为它里面的它的酸甜 会把肉的那个甜味带出来 然后再配一点姜丝 就是会比较清爽一点 这样 不管是家庭朋友聚餐或者是应酬 只要来到这一家店 一定会让你很有面子的 因为不少顾客 有些啊一吃就是好几年 它的牛肉就是新鲜 然后你吃起来会有那种 就是新鲜牛肉的那种甘甜鲜美的味道 所以它的名字就叫高铁牛肉 就是从南部县宅的牛肉 那做高铁直送上来 就是那种直送的 所以那种还保持那个肉的鲜甜的味道 所以我们一家都非常喜欢来这边吃 包括我请亲朋友啊 应酬而已 很喜欢推荐他们来这边吃 他们可以算是地方美食的隐形冠军啊 而且这里不只有火锅 像是牛肉面热炒也是相当受欢迎的哦 这是很多客人来都必点的菜 它叫卤味拼盘 然后它是用牛腱牛筋牛肚 然后这三种主料 然后去搭配花生跟青蒜 然后还有用我们特色这样去拌的 所以有些人就是他可能来他没吃过 他就是也会喝酒啊 然后喝啤酒 然后配这个小菜 然后或者是配牛肉面 他就觉得这样就很好吃这样 这牛蛋它就是 它是我们也是客人每次来都必点的 然后它就是 它叫做糕铁牛蛋 它的名字就是因为它是煎蛋煲牛肉这样 然后它 对对对 然后我们蛋是煎有点半熟 所以你只要就是把它切开的时候 它里面你就会看到里面金黄色的蛋 蛋黄 然后是就是半生的这样 然后还有牛肉 然后去配白饭就会很下饭这样 从老板的爸爸开始接下这一间店时 就开始不断的钻研如何把味道变得更好 这才让店里的生意慢慢有了起色 而为了让顾客吃得更好 老板也是不计成本 使用最新鲜的食材给客人 就是希望客人能够吃得满足 一开始不是我们先开始做的 这个是等于是我爸跟他朋友一起做的店这样 然后那时候老板是他朋友 然后因为一开始他们可能原本都不是做餐饮的 然后所以算是门外汉 然后在那个味道上面就是可能比较没有太多的经验 所以可能会后面就会遇到一些食材上面的问题 或者是对于食材的味道比较难掌控的比较精准 所以后面就有些客人比较流失这样 然后之后是我们接下来做 然后我们接下来做 因为主要是我妈 我妈她就是从小就非常会做吃的这样 然后她就在味道上面去钻研 然后去研发 然后才慢慢把一些口味修正 然后才让很多客人就是越吃越喜欢 所以才慢慢再做起来这样 重要就是可能你还是要把这个味道控制好 包括食材了 食材因为像我们的菜 我们炒的菜或是火锅料那些 我们都会坚持用比较好的东西这样 然后像炒菜我们的高丽菜来说好了 客人都会觉得我们的高丽菜很甜 那是因为我们坚持用高丽菜 就是我们可以用比较平宜的价格去买一些 可能有点瑕疵的 或者是就是没那么 价钱没那么贵的高丽菜 可是我们觉得 还是要让客人吃得出来那个高丽菜 就稳定的那个甜味 所以我们就会很坚持在这方面 不会去降低它的成本这样 下次想要吃牛肉 就来三重中校路上 随时随地就能够吃到跟台南一样的 温体牛肉火锅喔 而喜欢我们影片的观众朋友 请记得帮我们的粉丝专页按赞分享 我们下次见 我真的喜欢吃 我觉得它的蚵仔真的很新鲜很好吃 然后它的大肠很入味 然后大肠跟蚵仔的面线 這樣配在一起真的就是超讚 就是沒吃過這麼好吃的辣米 它的那個辣椒也很不錯 它的辣椒很有味道 然後不會太辣 所以加進去也是配得很好 它的滷的滿入味的 然後味道也非常 吃起來滿滑順的 我覺得很特別的是它裡面 蛋可以讓你選全熟或是伴手 而且都是那種水煮的 不是像那種一般早餐店的荷包蛋 然後再來是它的吐司都是現烘的 然後現烤 你會覺得吐司本身外面是脆脆的 裡面是軟軟的 然後口感算有 就是有很多不同的層次 它是最道地又便宜又大碗 然後很多的配菜都是不膩適合的 讓你自己怎麼樣吃到你爽快 而且原味 湯頭又好 當然最重要的 喔 又打完就是說 看起來就是說不要太多的那個加料 然後很原汁原味 我覺得給他們的招牌厚切牛肉 就是真的蠻厚的 因為它用那種上層雪花牛肉 那我咬起來那個感覺就是不一樣的 因為蠻厚又很嫩 所以今天的第一次體驗 我覺得真的還蠻不錯的 就是我很常來吃這次店 然後因為我覺得它的那個肉都給了很大碗 然後配一菜也都很好吃 所以就跟其他店比起來 其他店可能都比較主要在肉的部分 就比較吃起來沒有那麼的營養均衡的感覺 對 然後就是肉也都真的很紮實 嗯 我覺得如果是男生來 可能會覺得他飯可以壓 然後湯也可以盛 就是可以吃蠻薄的 那女生 這家的鍋貼呢 第一次來吃的時候 我覺得就是特別大 那大呢有後面那個皮肉酥 裡面內餡啊 真的是沒有吃過像這種的 我覺得吃過會讓人家覺得 我一定會要再來吃一次 它的特色它的麵啊 鍋貼水餃 還有任何 它的任何每樣東西是真的都很美味 跟很少有像這麼的道地的食物這樣子 我就是每個禮拜都會來一次 然後在這邊教課的時候 然後教完課就會來 那很吸引的地方應該就是它 它的豆花很特別 因為它是用黑豆做的 而且吃起來跟外面的口感很不同 然後它還有另外一個特別的地方 它可以加豆漿 所以就是整個搭配起來很 吃得還蠻療癒的 就是很 會讓人有很滿足的感覺